Hello Hello 这把声音应该最靓的了 我碰到咪很近 所以靓声 我们首先看一看 我做了的东西 我缩小一点看 你会见到 其实都不是很多曲 我想十几分钟解到 你听得明白有个好处 就是 如果有东西要改 可以自己试改 当然,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我帮忙改 按start 一开播就做两件事 就是call setup一个function 和call一个叫start的function setup的function就是做一些setup 做一次不用再做 start 就是叫它开始的游戏 每次游戏要重新开始 就call一次start 游戏又会重新开始 那你就说setup有什么呢 setup就是这里 setup里面 首先我就有一个变数的 叫is waiting 这个is waiting 就是 当你的波 预备射出来 在滚下滚下的 那那个状态呢 其实那些sensor 才要启动 然后等待 它波中六粒里面 其中一粒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is waiting 如果等于false的话 意思就是说 不需要check那些sensor 因为那些波都不是射下来 我check做什么呢 当那波一射下来的时候 我这个is waiting 就变成true了 意思就是说 那些sensor 就会standby 等你那些波 那些波 轮到哪里 就是这样的 那set这个hole number 就是说 你究竟有多少个洞 这个6 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呢 在整个document里面呢 有很多个位置 都要打个6字 在这里的 那如果你以后 突然间说 转做7粒波 8粒波 那就是糟糕 所以我就将6字 set在hole number 那里 那我整个document 都不会打个6字的 就会选hole number 这个变数 那如果以后 你要转做8个洞 那你也要打个8 那些code 全部会update 的了 那除了这个range之外 好了 那跟着呢 这个你做的 这个你做的 不过我就改了个名 range呢 就是1 2 3 4 5 6 和呢 整条的呢 就range full 好吗 那就不要叫strip strip就难理解一点 那整条range full 就是这个你懂的 这些你做的你懂的 那我就不解了 那这些东西 setup了呢 其实不用逐次走的 走一次就行了 所以呢 这个搞定呢 就可以了 那好了 就入到整体了 那当你setup好之后呢 就要开始个游戏 就看这个start 是不是 这个start 这个function呢 就会做一样东西的 首先呢 就叫它停一停先 就是一setup了之后 不要一开始 那个microbit 就开着了 等半秒 然后才开始 那等半秒 之后开始什么呢 那我就做一个叫 call flash blue 就是叫蓝色闪 那我这里呢 set了个primary task 如果你打三次的话呢 它那个闪 就会蓝色闪三次 整条 如果你打五呢 它就会闪五次 那除了这个flash blue呢 blue呢 还有一个red的 那我乱按开两个function 免得太复杂了 搞到 那这个就是blue 这个就是red 其实blue和red 这两个function 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它闪的时候呢 就是闪蓝色 还是闪红色 明白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一样的 好了 那你就问了 我call这个flash blue 然后打个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将那个三字 存在number那里 那里 然后就叫它repeat num的次数 明白 repeat num的次数 就是如果我放了个三 它这个repeat 就会重复做三次 重复做三次 什么呢 就是叫整条strip 複的嘛 闪蓝色 停五分一秒 跟着变回做黑色 跟着停二分一秒 又蓝色 又黑色 又蓝色 又黑色 重复做多少次呢 你这里打个三字呢 它这里就是三的了 那它就会走三次 你打四呢 它就会走四次 所以呢 这里打三就是蓝色 整条灯闪三次 那你可以看一看 我stop了它再play 一开始你见到闪三次 然后才开始random 所以你见到 开头闪三次就是这个 好了 那闪完三次 我就会叫它停多半秒 然后才开始loop那颗灯的 那停停了半秒之后 在loop那颗灯之前呢 其实呢 我会首先呢 就做了 就是我会首先做了个random的数先 就是我一开波呢 其实是已经random了一个数 1 2 3 4 5 6 然后我才在loop的时候 叫它loop到6那里停下 就是以慢法来 就不是真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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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停的 是一组做假狗的 那好了 那我们首先random一个数 就用random的功能 random的功能 由1random去到whole number whole number 因为我开波set中 有六个孔 有六个孔 那你就当然要random random由1到6 就是random 1 2 3 4 5 6 这六个数 random了这六个数 就会放到random number 记住 random number 每次一start 它都会random一个数出来 random number 就会记住 random了哪一个 之后要核对 sensor中不中呢 都是用random number 好吗 好了 做了这个random number 之后呢 我就show the number show the number 就把random number show出来 就是说 在这个画面 LED那里 显示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 我们写program 如果你不显示 random了 数其实是多少呢 有时 你要测试东西 或者扔个孔 你都不知道扔去多少 所以 这个show number 暂时 在写program 的时候 在这个LED 显示出来 让你知道 如果你之后 真的要运作的时候 你既然看到这个数字 那你可以 delete它就可以了 明白吗 这个是写program 是什么时候用的 好了 我有了个random number 有暂时show出来 等我知道之后 我就会call一个功能 叫做loop to loop to 都已经跟回英文gram的了 loop to的random number 即是如果我random了4 我就会不停地 旋转 旋转 loop到是多少 loop到4 如果我random number 那这里就会loop to 你不要理会怎么转 只要转一大轮 最后停在一个1 这样解的 那我们就要看看 这个loop to 这个功能 在做什么 那就去了这里 这个loop to 它就要问你拿个数 是吧 你给个数 它就会在里面做的 用这个num 这个num 这个num 这个num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里random了的number 我把random number 放回到这个loop to 里面 所以这个num 这个数值 就是等于 我们的random number 知道吗 那 假设呢 我们random number random number random 4 好不 random 4 那什么呢 我首先呢 就是把range 1 set做blue 即是一开始 在第一排这几盏灯 那里 set做蓝色 然后呢 就要call这颗蓝色 就是向前走的嘛 就在路上路下路下 在那里的灯 是吧 所以呢 首先set眼灯 在第一格那里亮灯 然后呢 就叫它repeat了 repeat repeat多少次呢 这一样东西就要留意了 因为呢 你每次呢 叫它rotate pixel by 4 那就是说呢 这个repeat走一次呢 它这颗灯呢 就会向后退一格 这个repeat再走多次呢 它这颗灯又会向后退一格 明不明我说什么 所以你如果想它转一个圈的话呢 假设你想它由这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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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回上顶 它就要将这个repeat repeat六次 它才会走回上顶的 你明白我说什么 因为你们用了这一招 我用回你那个而已 这两个是你们做的 那每次动之前还要停十分一秒 那你说这个repeat怎么计呢 那就要这样计法了 那我呢 我呢 就是想呢 它是不是呢 都走四个圈先 然后呢 就再去它的中点 那 假设我刚才说呢 random number 是random number 它就会走四个圈 然后 三四 走四个圈之后呢 它再走一二三四 然后就站在第四个那里停了 那如果以这个情况来计呢 这个repeat呢 就要repeat六乘四 那多次先 这个六乘四 whole number 是6 设定了 6个洞 6乘4 由这里走24次 它就刚刚转了4个圈 明白不明白 然后loop了24次之后 再加回 number 减1 原因就是 因为它loop了24次 理论上它已经站在第一格 如果我random number random 1出来 你这里加1 它就会跳多了一格去第二格 所以这里repeat 六四二十四次之后 如果你想停留在第一格 它要加是加0 所以我就把random number rand出来减1 举个例子 如果我刚才random了是4 4减1就是3 3加24就是27 你可以计算的 由这个开始计算 123456 123456 重复地数到27 它就会停在1234 第四组这个位置 明白了 所以这个repeat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你们做的 所以不用解释了 退远一点 和显示出来 和隔一段时间 才再走 不要走得太快 好了 这个动作做完 就是说它会叮叮叮叮叮叮叮 就停在某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等于你random 中那个random number的数 即是4 刚才我说4 所以它应该停在这一格 等你开始扔波 好了 走完这个 在start走完这个call loop 之后 下一个步骤 就是要放那粒波出来 因为我未知道你的粒波 是用什么方法来放呢 所以我首先用了serial right line 这个没什么意思的 纯粹是写一些东西 射到USB头那里 这个你可以扔掉它 就可以了 但你要记住 这个位置就是你要加一样东西 就是放那粒波出来 这个意思 你在这里写放那粒波出来 就可以了 我英文都写了 let the ball roll down 那就可以了 roll out 什么都好 你自己决定了 弄这个call 但在做这个之前 射过波之前 我会将一个变数 is waiting set to true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将这个is waiting set了做false 是吧 set做false的原因 是因为那些sensor 不需要做detection 我就开个变数记录下 就是那些sensor 不是等着 sensor的 但是如果去到call loop 走完 因为它random的实数 站在这里等你 那些sensor 就要开始准备 来到detect 那我们暂时将这个变数 set做true的意思 就是说 现在sensor 在等着波滑中的 那意思 就完了 这个start就完了 这里就 立即call the波滑下来了 好 不过呢 你就说 波滑下来的时候 那哪里做sensor send东西呢 那这个解了 这个解了 这个解了 这两个解了 那就 这个 这个未解了 是不是 那我现在解解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forever loop 来的 就是说 你的程式一开始 而没东西正在走的状态 它就会不停地loop的 这个 明白吗 但是这个forever loop 很有趣的 里面我要做的这件事 我给一个if 包住的 我就说 要if waiting 是等于true的时候 我才行里面的东西 但是一开始 在这里闪下闪下 random 转转转的时候 其实 你记不记得 我的iswaiting 我已经设定了做false 是吧 直到是 球要扔下来之前 我才把它设定做true 所以这个forever loop 我是用一个 iswaiting 保护着里面 不会经常查 什么时候查 就是球一扔出来 它就开始 变成true 就会不停地查 查什么呢 我暂时这样写 不知道你们实际做不做到 就是查那个pin4 pin5 6 7 8 就是一个洞 两个洞 6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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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的功能 而叫他check的时候叫他check是不是中了第一个 因为我跌到第一个洞 因为我跌到第一个洞 pint4是第一个洞 所以我check的时候放一个1下去 叫他check是不是中了1 另外如果是第二个洞 pint5就是中了第二个洞 就是random第二格 那我checkmatch也是同一个功能 但check是不是中了2个洞 每个sensor都是 123456就是6个sensor 这个checkmatch就是最后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function一call的时候 他问你拿个数的 因为他要check东西 那你给个数 就是如果他中了sensor1 就给他1 中了sensor2 就给他2 那记住了 一行这个功能 首先要将is rating set to false 等这个forever loop里面 这里不再check东西 因为他已经撞中了一粒针了 detect到东西跌下去了 那他就不用再等待了 所以这扎曲就不用backrun 所以我先set它做false 等它不要再run 那不用怕 因为你一会再start game 它这里有true 在这里 所以它for true for true 就会令到这个forever loop 是detect是不detect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if 这个if 就是check这个random number 这个random number 应该是之前 给这个setrandom number 已经set了一个数 random了一个数 刚才我说是4 是不是 那他就会对一下 刚才你random了那个4 是不是等于你给我的数 他给了1 因为那波跌了到第一个sensor 那跌到第一个sensor 当然不中 所以4 是不是等于1 4 不是等于1 那就不会走这个 就会走else 就走这个 明不明 那就不开心了 还有它就叫那个flash 红色 因为它输了 红色 闪六下 那如果刚好得那么巧 我random的数是4 而刚好得那么巧 它跌了下去 pin7 第7个pin那颗sensor 那你就会check的时候 call那4 那他发觉4就等于4 咦 就是你中了 那怎么呢 就会出个笑笑样 然后呢 就会call蓝色 你们刚才胡说 中了的话 就蓝色闪闪下 红色闪闪下 那我就在这两个位置做的 你不喜欢呢 你可以改播音乐 什么都行的 好不 那晾完这两个之后呢 晾了六下了 最后怎样呢 就当然永远都要了 清翻个screen 变回LED的screen 没有了 然后再call这个start 就就是说 一订完那波 一check完 有笑有哭之后呢 又由头自动立刻玩过的 那当然啦 你这个callstart可能不需要加的 是它要按A键 才callstart的 那你就自己搞了 那这里都不放个callstart 你呢 就可以塞个input 按buttonA press的时候 明白我说什么 那才callstart 那这样就搞定了 那不过我现在暂时呢 就等它无限loop这样做 那所以呢 整件事解散了就很清楚了 那当你一run的时候呢 它会闪三下 然后random粒红色 同一时间告诉你 它将会去到哪裏 random粒红色 将会去到第二格 它最后停了第二格 放大体都是第二格 那我这里呢 就有spin 四五六 是吧 七八九 那就是一二三四五 如果我呢 把这个二推高它变成一 那它就会变得开心 那我不小心遮到它 那再run多次了 不要遮到这条东西啊 那又是啦 random到三呢 random到三呢 它就会停在第三格的 蓝色 停在第三格了 那我今次呢 如果控去第三那裏呢 推高它呢 它就会又是开心的 和会闪蓝色 闪六次 然后它又会由头玩过的 记住呢 这个按针关了 那它randomrandom random random了三 又是三 那今次我就不跌落三了 我就跌落第一个那裏 就是pin four 那就不开心了 输了 就会闪红色灯了 那所以呢 整套曲呢 就是这样了 那我希望解完呢 你明白呢 你不懂得改不要紧 我帮你改也没问题 如果你懂得改 譬如那些很基本的这些呢 叫一波录下来 和你不想出个笑笑的 你想call个摩打在那里 伏伏伏伏的 那你自己搞了 好不 那我录东西就录到这里了 再见